网友们大家好 我今天就黑白出镜 今天我出个特辑 因为今天是5月22号 是个特别的日子 中国有两位科学院院士陨落 一位是袁隆平 小年91岁 他是中国杂家水稻育种专家 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 2006年的时候 他甚至获得了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这对他也是一个很高的荣誉 另一位是吴孟超老先生 小年99岁 中国科学院院士马来西亚龟桥 中国肝胆外科专家 两位都是伟大的科学家 但袁隆平老先生通过他的杂交水稻 彻底解决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所以他更加于互相 中国的老百姓也特别感恩 今天网友们还有微信朋友圈 发的东西让人泪目 也让我觉得正因为中国人崇尚科学 尊重科学 尊重有贡献的科学家 这样的国家一定有希望 当你看到街头那些忘不到边的 忘不到头的中国人 他们自发起来给袁老先生送别的场景 我想每个人都泪目 回顿 皇帝 松明 好吃的 舍学 rete 老 第一 第一 结开 不停 退店 一路走好 退店 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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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静可爱的袁农平院士走了 人间找了袁农平 天上又多了一个神龙石 袁农平老爷子 外面不想捞其后 天下又来 人间的灰色 真正的故事 是许多环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中国对于科学家特别是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政府的宣传引导是相当正面的 当然首先与科学家他的人格有极大的关系 袁隆平老先生出生名门望族 受过当年中国最好的教育 后来利用自己的知识 以及其而不舍的精神 不求名利 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杂交水稻 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还发扬世界大同的国际主义精神 把他的研究成果与全世界有需要的国家分享 特别是那些欠发达国家 记得网上时常有人发帖抹黑袁隆平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也不知道这消息来源何处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样的人或是这样的背后的势力 绝对是心术不振的 不管农业育种方面的技术是否可以申请专利 但可以肯定的是 袁隆平院士不求名利 一生贡献给了杂交水稻 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不管是政府是民间 通过杂交水稻 无私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 也是不争的事实 手把手的交别的国家的人民种植水稻 仅此一点 就比西方国家动不动就收什么专利费 保护自己的所谓发明创造 靠垄断种子大肆练财 谁对世界贡献大 谁更关心世界人民疾苦 关于杂交水稻 因为我父母是农民 所以我深有感触 听老一辈人说 比如说我爷爷奶奶他们上一辈 或者是我父母这一辈 解放前在民国时代兵荒马乱 经常吃不饱饭 那时候种稻谷 稻秧它的间距是非常大的 我们南方多余 在农村下地干活 经常要带斗笠 老一辈人告诉我 因为当时解放前种稻谷 它的间距很大 所以斗笠放下去 可以放进那个间距去 也就是大概有60公分左右 想想看那个间距有多大 现在可能就是那么宽 20公分左右 还有当年的老一辈人 他还穿梭衣下地干活的 我不变你们 我小时候还见过 现在已经或者是已经 快变成了博物馆的展览品了 已经没有了 那时候稻谷的亩产非常低 也没有化肥 也没有农药 加成有战乱 所以饿肚子是很常见的事情 大陆的大跃进之后 接着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也就是58年到61年 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但是听老一辈人说 听上一辈人说 至少在我老家是这样 其实很多都是人祸造成的 这个跟官方的说法可能不太一样 当然我在这里强调 我只能说我听说的只局限于 我的老家桂林那一带 请不要把它放到全国 当年砸家水稻 好像才刚刚开始试验阶段 还没有大规模推广 那时候各生产队自己上报粮食产量 因为那几年浮夸成风 各个生产队互相吹牛 越报越多 比如说你们村居的生产队 报母产500斤 另外一个生产队报1000斤 然后其他的生产队报2000斤 甚至其他可能报5000斤 1万斤都有 也就是越报越多 所以当年中国有的地方出现了 母产超万斤这样的天下奇闻 实际上当年实际的产量 大概是300斤左右 但是有的地方你看看报纸 当年人民日报母产36900斤 你看看有多么夸张 正因为这个浮夸风越来越过火 形成了全国性的比赛 所以在我老家有这样的现象 有的生产队为了应付检查 连夜把其他所有水稻田里面的 那个殃苗把它拔起来 然后集中到几块田里面 就是几块上面要来检查的田里面 想想看 比如说90%的田里面的 殃苗把它拔起来 集中到10%里面的 当时有的农民私底下痛心的说 这样搞不行 今后肯定会闹饥荒的 那时候农民是要缴纳公粮的 其实就是农民必须上缴的税赋 温家宝当证的时候好像全部取消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最后取消是2006年1月1号 现在不仅不用上缴公粮 而且还有上面的补贴 我们现在回到缴纳公粮这件事情 因为跟后面的饥荒有直接关系 因为当年上报的产量实在太高了 缴纳公粮是按产量的比例的 你看这要傻眼了吧 很多种粮为主的生产队 被迫按计划按比例上缴公粮 上缴公粮完成任务之后 留给本村农民自己吃的口粮所剩无几 所以才出现了本来是产粮区的农民 反而自己没有粮食吃的那种悲剧 那两三年就是因为浮夸风 在我老家饿死了不少人 居老一半人说 比如说500人的村子 大约一成的人被饿死 也就是大概是50个人被饿死 而且大部分是男性 这是上一班人在聊天的时候口述 估计不会撒谎 饿死人是人祸而不是天灾 这是千真万确的 全国其他地方我不敢说 在我老家绝对是这样 经过了60年大饥荒后 估计政府吸取了教训 所以在我祭祀后 便听说了杂交水稻 还有化肥农这些词 解放前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 那时候也就解放前都是靠天吃饭 我记得文革好像没有结束的时候 那时已经开始在农村也是插秧机插秧了 用的就是杂交水稻的种子 后来全部都是杂交水稻了 据老一半人说 产量确实大幅度提高 而且秧苗的间距也缩小了 就是说同样的面积 种的秧苗是原来的数倍 加上苗税结得稻谷更多 又加上使用了化肥农药 所以与先前相比 产量一下子多出了好几倍 这也是真的肯定没有吹牛 自我记事起 也就是70年代初 在我们老家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饿肚子的现象 绝对没有 这一点我敢百分之百的肯定 当时我们农民不知道有袁隆平这个人 但是农民还有全体中国人得到的实惠 是实实在在的 能让全体中国人不再面临饥饿的威胁 就这一点 袁隆平还有他的团队 就可以算得上是民族英雄了 正因为粮食问题解决了 又加上政策放开 所以农民们才可以去从事 各种各样的副业种养 所以自从80年代以来 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过 这也是事实 再到后来 中原的政策向农民倾斜 每个自然村 由政府投资大头 各个村出小头 全部修通的硬路 也就是博游马路还有水泥路 要致富先修路这样的理念深入人心 而现在各村都有光鲜入户 你看农民现在坐在家里 宽带上网 还能够看IP电视 而现在2021年 在我所在的德国 所谓最发达的西方国家之一 竟然绝大部分城市家庭 还没有实现光鲜入户 甚至城市部分地区 还有手机信号的盲区 你说这样的对比是不是很讽刺 大家注意 我不是在阶段 而是实事求是的在说是 当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 乱象平生 发展太快了 很多东西缺乏监管 那时候腐败也非常严重 所以有的黑心商人竟然卖假的种子 冒充是砸家水稻种子 有的农民播种后 内计颗粒无收 你说这样的商人是不是该千刀万剐 不过这不是常态 是发生过的一些现象 类似的还有假农药假化肥 农民打了农药之后没有效 试了化肥之后没有肥 所以也导致了农民损失不小 但是对农民来说 损失最大的就是假的砸家水稻种子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 在我们广西 稻田和自然风景融为一体 非常美丽 一幅田园风光 我记得小时候那稻田一望无际 热游的一片 风一吹 风吹草地见牛羊那画面 真的就那样 还有稻谷成熟的时候 那一片片金黄的 真的像黄色的地毯 非常美丽 所以各位网友 你们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去广西 还有云南贵州去看看 非常的漂亮 而且现在你看交通非常方便 我刚才看了一下 从首都北京坐高铁 8个半小时就到桂林了 这是2000公里 或者是超过2000公里 2000公里是什么概念 拿欧洲来说 2000公里从我这里 已经到达北非的摩洛哥了 你看中国那么广阔 8个半小时就到了 从广州到桂林 现在是两个半小时 非常方便 网上还有其他抹黑圆龙片的东西 比如说杂交水道就是转基因的 其实通俗来讲杂交水道不是转基因 具体的知识 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一搜 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士我就不多说了 这一位袁隆平的杂交水道 让全中国彻底解决了饥饿问题 中国得以专心发展经济 同时中国还向全世界无偿提供 以及传授杂交水道种植技术 于是西方开始炮制了中国人口威胁论 以及所谓的中国到第三世界国家 抢夺土地的行为 中国人口威胁论的出现 由西方不同的学者炮制 所谓的谁来养活中国 这样的论文或是出版物 德国还有美国都有这样的书籍 西方学者认为 中国根本就无法养活自己这十几亿人 他们必然会到全世界购买粮食 买光全世界抬高全世界的粮价 估计这里面有华尔街 他们那些专门投资炒作世界粮价的那些人 他们必须炒作这个话题造成恐慌 这样才能提高粮价 但西方不愿意面对的现实是 中国人完全可以保证自己的口粮 需要进口的一般是动物的饲料而已 中国人看见非洲有大便的肥沃土地荒芜 因为当地人不知道种植技术 于是中国派出农技专家前往非洲 手把手教非洲人 我家就有这样一位远方亲戚 一位堂叔 就是以农业专家的身份 从柳州被派往非洲的家棚 这几年有眼光的中国人发现了商机 到非洲承包成片的土地 种植粮食 一部分出口回中国 一部分在当地销售 这本来是双赢或是多赢的好事 一方面雇佣当地人 在当地创造工作位置 教他们种植粮食 同时还能供应粮食给当地的市场 解决当地的饥饿问题 另一方面返销粮食回中国 整个事情完全没有任何输家 大家都是赢家对吧 这样的好事 西方总是使坏去曲解 比如德国政府的喉舌 就污蔑中国人这样的行为 是到穷国去掠夺当地人的土地 即所谓的land grabbing 他们还污蔑说 中国这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 小农为代价的土地掠夺 导致的恶果是那里的农村人口的贫困 加剧了 一些西方专家还将非洲之脚的饥荒 归因于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政府 向国际公司也包括中国公司大量出售土地 德国的非洲代表说 只为出口粮食会引起巨大的社会紧张关系 但在多年前 德国政府这豢养的喉舌 名字我就不说了 德国大外宣只有一家喉舌 他在一篇报道中说 在文章的最后 轻描淡写的说 同是这位德国的非洲代表 他在一次采访中承认 最新研究表明 中国在非洲之脚购买的土地远少于预期 埃塞俄比亚政府主要是将这些土地出售 给了包括欧洲人在内的国际投资者 注意欧洲人在内的 所以西方媒体报道中国为了抹黑 一般在文章开始花相当大的篇幅 来数落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坏处 然后在报道几乎结尾的地方 才偷偷的承认西方国家也参与其中 这就是我特别讨厌西方媒体 报道中国的原因 因为不是罔顾事实就是双标 这期特别节目献给伟大的袁隆平老先生 中国人会记得您 从全国人民对您发自内心的哀悼 以及十里长街般为您送行 您应该知道您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 一个人现世后能有这样的礼遇 就是对您一生最好的诠释 谢谢您 在中国人计划的旨员里面 没有对您的意思 还请您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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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支持 您订阅您订阅您的支持 您订阅您的支持 您订阅您的支持 您订阅您的支持